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项目叫做MetaKeeper 节目开始之前请各位先订阅加打开小铃铛 这个项目跟之前的炸弹超人非常非常的相似 炸弹超人因为他之前的一些bug呢 还有官方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那个项目已经崩盘了 他们并没有走长期的策略 那这个项目呢 基于炸弹超人之前的研究 还有他们的经验 那基本上也证实了这个经济模式 其实是可以作为炼油的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可能性 现在我们来看MetaKeeper他们的官方文页 那在主页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这个风格就跟那个炸弹超人差不多 那他们又对炸弹超人那个模式呢 又进行了一些优化 和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页呢 他可以看到一个白皮书 那拉下来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之前做的一个IDO MKP Token 那这个IDO呢 其实已经过了 那接下来下面这里就是他们的玩法 那这里有店铺 这里有质押 这里有介绍他们这个项目 然后呢 他们也有一个合作的方式 然后还有魔王站 那拉下来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经济代币模式 那他的 他的代币呢 总共有5000万枚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白皮书里面 再进行更详细的解说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着不一样的角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etaKeeper 他们的官方宣传影片 那这个游戏呢 就是类似 玩家去雇用英雄 然后去打败魔王的一个游戏 然后 藉由打败魔王去算出他们的代币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他们的Roadmap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们的团队自我介绍 但是呢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说 他们没有肉脸 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那这些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 白皮书 MetaKeeper呢 他是建立在BNB 区块链上的一个GAMP 那经由去冒险 去打怪 打魔王 然后可以赚取他们的代币 好的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现在现阶段可以 去购买招募的一个英雄 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游戏里面 花费500个代币呢 是可以招募到第一个这个英雄 那第二个这个英雄呢 他是在我们 游玩的当中 在探索的任务当中 会随机遇到的 那当你遇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花200代币 去把它解锁 当你花500代币 还有200代币 在游戏里面招募的时候呢 有机遇会出现这几种职业 就是巫师 弓箭手 这个应该是坦克 那骑士 还有游侠 盗贼之类的 那这些都是随机的角色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稀有度 稀有度呢 这个是最低的 那最低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人物的图案 那么 当你 从零级升到一级的时候呢 你可以花一些代币 去把它升级 那升级了之后呢 角色的一些属性都会增加 那接下来还有稀有的 史诗级 还有传奇 还有神话 那在游戏里面不只 只能用 各位自己招募的英雄下去战斗 还可以召唤合作伙伴一起战斗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 召唤宠的一种概念 那么呢 这个召唤宠在 游戏里面 也是可以 直接花BNB 去召唤的 但是呢 这个限量发行 只有4000只 那 种族 召唤出来呢 会有 会有火焰 木头 水族 魔像 还有杂交 的一些 合作伙伴 那 这些也是要看 各位的 运气 去抽啦 那 这个游戏 刚刚也说了 是跟炸弹超人是非常相似的 那炸弹超人 他 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需要进行休息的 那 这个游戏 也是一样 进行战斗一段时间 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呢 你的英雄就 应该要去休息了 那 这个时候就是 需要去酒馆 去恢复他的体力 在刚刚的官方宣传片里面呢 有出现 这六个地图 那么这六个地图呢 对应着草原 地牢 矿 田点 雪地 还有火山 那么 例如说你的英雄 是火属性的话 那么 在相对应的地图里面 会有额外的加成 值得一提的是 这游戏的店铺 里面所有的药水 经验卷 还有或者是物品 所有 的物品都需要用到这个游戏里面 获得的代币 叫做 RMKP 代币 那 这一点 个人是觉得非常好 因为 这也是 防止了玩家 会将在游戏里面 所有得到的代币 把它换成 MKP 然后 去 去中心化交易所把它 卖掉 那 这也会减缓了这个项目的一个抛压 好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代币经济学 那这个私人销售呢 它是占了5% 也就是 250万枚 的 代币 那 那 那 手发呢 它只会 解仓 25% 然后之后是每个月 解锁 25% 所以 等于是 全部 解仓 解仓要 4个月的时间 那么 预售呢 它的ID 预售了10% 也就是 500万枚 好 那流动 流动 资金池8% 那 营销12% 游戏奖励 这个部分呢就是 我那个所有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面 获得的一个总数量 那 他们团队呢 总共是 4个百分点 那总共是500万枚 那 他们是 锁售一年 这个项目 MetaKeeper 的 MKP 泰币呢 他们是有经过审核的 那 审核的 连结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 如果有兴趣的 玩家可以自行 点开这个连结 然后 去看看他们的审核 内容 那这些宝箱呢 是MetaKeeper里面 呃 唯一的 4种宝箱 那 各位玩家可以看自己 呃 的投资金额去决定 自己要买哪一种宝箱 那基本的 回本周期呢是大约10到15天左右 那另外一点非常值得讲的是 呃 当玩家在这个游戏里面 获得了代币之后 他并不是 呃 随时都能提 而是说你要达到以下 的条件 然后加上他的税率 你才可以将 游戏里面的代币 换成mkp token 然后才可以 到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 所以这个也是 呃 对一个项目的经济来说是 非常好的 非常友好的 另外一个部分呢 呃 现在先入场 然后等q2 呃 的时候 可以 参加 这四种不一样的玩法 好那 这个就是他们的 一整个游戏 呃 会有 世界王 的一个模式 还有 冒险的一个有 模式 那世界王刚刚有说到 在 q2才会出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先来试玩一下 呃这个冒险模式 那基本上呢 呃 点开他就会自己去 进行一个战斗的动作 呃 呃 好那 呃 如果各位想要招募呢 呃 可以到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这里可以 进行招募 好 那这个就是 刚刚提到的 游戏里面的店铺 恢复药水 还有经验卷轴 都是需要 游戏里面 获得的 RMKP 代币 去做购买 那另外呢你的team呢 这里就是你所 拥有的所有的英雄 你可以看 呃是要 去挖矿啦 停止啦 然后他这边是他的 呃一个能力值 他的防御 他的速度 呃他的力量 之类的 好那 在这个地方呢 按下去 那玩家就可以 去 召唤 呃可以去召唤 呃英雄 那 这个呢就是合作伙伴 的一个 一个蛋 呃那 你们英雄召唤出来之后呢 就会随机 产生 不一样属性的英雄 那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呃欢迎到他们的 官方网页 去读他们的白皮书 那也可以进到他们的电报群和他们的推特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伙伴们 呃 请帮我们订阅 加打开小铃铛 那最后我们木工会 有中文 脸书社团 有 西班牙语 脸书社团 还有英语的脸书社团 都欢迎大家 加入 这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